12月15日,Angela Baby在香港出席代言品牌上市活动 目前怀孕7个月的她身穿一身白色套装裙亮相,运度十分明显 但四肢仍旧纤细,美貌程度丝毫不解 虽然在怀孕中,但是为了整身的造型,Baby也是搭配了一双金色高跟鞋 整场活动中,除了必要的合照和上台时间是站着 其他都被主办方贴心的安排坐在椅子上 连后场的时候也有一把小椅子 身旁也有工作人员陪同 这位准妈妈当天心情也非常不错啊 面对镜头不停地露出开心的笑容 不少网友看到照片后分配轻叹 Baby一点都没胖啊,Baby气色不错哦,期待宝宝出生 活动之后,Baby在微博发文称 点赞的同学考试都会顺利通过,并晒出两张自己的美照 照片中,Baby的衣服能看出来还是当天出席活动时的补妆 单手脱腮可爱嘟嘴十足的少女伴 微博已经发出后,立刻收获了30万的点赞 而就在12月15日清晨 Android Baby还在微博发文感慨预期生活 配文称,每天早上起来都很后悔昨晚为什么这么晚睡 该微博发布时间是6点47 看来Baby运后作息时间确实发生改变,成了早起一族 而对于Baby提到的晚睡,网友们纷纷评论道 熬夜对宝宝不好,早点睡 也有网友晒出给养眼干妹子的图片评论道 你也知道啊,明天看你那么晚还在线 简直想打你屁股,把你按床上睡觉 还有网友调侃道 听说早起的人都长得好看 自从Baby怀孕后,黄晓明就化身护膝狂膜 最近黄晓明陪Android Baby返回香港团结 两人全程一直食指紧扣,之后两人去餐厅用餐 Baby好像因犹豫再生有点小饿 餐上齐后就扣不及淡地开始用餐 呼吸狂膜黄晓明发现被追拍后 立即紧张地全程保护老婆,十分贴心 但网友看到照片后,被虐的同时 也发现小明哥怎么有点幸福肥了 而黄晓明此前在采访时就透露道 自己把baby剩下的不爱吃的都吃了 有时候一人能吃四份便当,简直甜蜜猎狗啊